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主持人 你好 我是葉大維牧師 我很想在這裏和大家分享 有關宣導會的知識 希望我們大家庭裡的人 都對宣導會有一個比較清楚的了解和認識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來自香港的 我來到美國一段時間 我自己的出生和成長 都離不開和宣導會有很密切的關係 首先我的父母是基督徒 我自小就被帶去香港九龍堂基督教中華宣導會 簡稱叫做九龍堂宣導會 我自小就在這個教會裡長大 我讀書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宣導幼稚園 後來就是宣導小學 我沒有讀宣導中學 總之就是宣導會一直長大 但是當我蒙照侍奉的時候 就進入了宣導會的神學院 就是建道神學院 當時在長洲 我1983年就入神學院讀書 1987年就神學畢業 拿了一個神學學士的合委 於是就出來教會裡侍奉 才在機構裡侍奉 後來就在宣導會的教會 即是說是香港宣導會區聯會的教會裡服侍 後來1992年的時候 上帝又再呼召我進修 進修我進修 我進入了中國神學研究院 簡稱叫做忠神 我的碩士是在忠神裡讀的 主修什麼呢 就是主修心理輔導 所以大家知道我後來都成為一個 專門做輔導和教輔導的人 在過程當中 在1994年我中神畢業之後 亦都有機會參與很多的 part time的教學工作 最主要都是教輔導的課程 我曾經在百特利神學院 還有另外一間叫中華神學院 擔任客席的老師 就是教這個心理輔導 直到2000年 上帝就給我一個很清晰的指引 就是自己開荒 自己建立教會 因為這也是跟建道常學院有關係 因為建道精神就是開荒 火熱吃虎 所以就是要建立教會 我覺得人生短短幾十年 都值得試一下做開荒的工作 看看行不行 結果我就建立了兩間教會 分別由2000年開始 到今天 好了 神經都給我的恩典 就是讀書 我第一個PhD 就在美國一間的神學院 叫做Christian Bible College 完成了PhD 都是in Counseling 後來再讀D mean 就是教育學博士 就在South Carolina 的一個基督教大學 就叫做CIU 叫做Columb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裡面 就完成了一個教育學博士的學位 都是跟心理輔導有關的 所以輔導都是我的專長 以及我的興趣 直至到來到Berkson 我就很開心 也都在宣導會裡面 來到有機會服侍 我在香港 這麼多年事奉當中 我事奉了35年 在香港 事奉當中 一直有做了募會之外 也是建立一個輔導學院 我也是做輔導學院裡面的院長 在我們的訓練當中 出來的 無論是學士的同學 是學士的同學 都相知多 都有幾千人 讀過我們課程的人 現在在輔導學院 經常上學的學生 都有百幾二百個同學 一直在讀我們輔導學的課程 來到美國這裡 我覺得在宣導會的大家庭當中 我覺得也有機會 是服侍一個我本身很開心 很悲衡的事 但是說到宣導會 我都很想我自己的會眾 了解到底 宣導會是一個怎樣的教會 當我們去了解的時候 首先我們從我們 宣導會的logo 開始形式 我們看到這個 就是一個 宣導會的會輝 宣導會的精神是什麼 其實就是靈命盡心 就是deeper life deeper life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講到我們今天和神的關係 和主耶穌的關係 到底我們的人生 我們是不是過了一個 宗教行為的生活 還是我們學像耶穌 或者我們跟隨耶穌 我們不是平日過一個 好像跟信仰完全沒有關係的生活 然後禮拜天 好像有個光圈在頭上 才回來 我要在教會裡面 怎樣怎樣怎樣 好像很熟靈 其實這個 就不是聖經的教導 聖經的教導 就是我們的生命 要跟神 跟主有聯繫 和我們整個日子 都要怎樣學像基督 作基督的門徒 去跟從耶穌 宣導會這種說的deeper life 其實都是包含在我們所說的 四重福音裡面 而宣導會過去的歷史 又是怎樣的呢 就離不開一個人 這個是誰呢 就是我們的創辦人 宣信博士 就是A.B. Simpson 他們叫做Albert Benjamin Simpson 宣信博士本身是加拿大人 但是後來來到美國 就在一間教會 叫做十三階長老會 那裡做牧師 當然十三階長老會 是一個很有錢的教會 但是後來 我想簡單來說 就是 宣信博士就覺得 這個也不是他自己本身的意象 因為當他向那些新移民 坐船來紐約那些 特別是意大利人 來到全福音會的時候 很多人相信 但是十三階長老會 他就似乎不太接受 他跟一些那麼基層的人 來去信主 和帶他們回教會 所以後來 孫信博士就偽然 就離開十三階長老會 就創辦了宣導會 在1887年的時候 然後宣導會就正式成立了 其實成立的時候是一個宣教士的分裂學院 和當時聚會的群體大家結合 所以宣導會就叫做 The Christians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意思就是說 是由基督徒和宣教士聯盟組成的一個教會 所以宣導會的開始 其實是一個宣教的運動 就是推動全福音 推動一個教會的事工為主 而不是打算成為一個中派 但是今天我覺得 都是一直使用 就是我們宣導會裡面很多人 將宣導會慢慢成為今天一個 很龐大的屬齡上面的中派 由1887年 宣導會正式成立 到今天就是136年 這136年的當中 現在在美國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 現在美國有多少間宣導會 現在美國的宣導會 無論什麼語言都好 有38種語言 現在在美國的宣導會 大約有2千多間 也不少 全世界怎麼樣呢 除了美國之外 還有很多地方 南美 歐洲 澳洲 亞洲 還有很多地方 都有我們的宣導會 原來宣導會的人數 現在已經整體來說 全球 超過630萬人 630萬人 分別是用180種語言 來一起去敬拜註 而教會全球 全世界宣導會的數目 大約有2萬4千5百多間 其實都是相當之多 遍布全球 而我們這個波士頓西居宣導會 是宣導會大家庭裡其中的一份子 宣導會的特色是什麼呢 其實每間宣導會都有不同的特色 如果你去跟宣導會參觀的時候 你會覺得每間都有點不同 有間又這樣聚會 有間這樣敬拜 有些人可能比較傳統一些 有些教會可能比較現代一些 現在我們波士頓西居宣導會 都開始轉型 可能是比較傳統的教會 現在都變成比較活潑一些 我們會舉手來敬拜 我們會大聲來討告 我們盼望這種就是一種生命的傳遞 令到教會裡面更加alive 即是那些人進來教會裡面 無論我們唱的敬拜的歌 都是比較現代一些的演繹 講到也能夠切切在生活上的需要 幫到頂止會回應到我們現在發生的事情 這些一概的事情 都跟我們現在講的會輝 是有很重要的關係 因為宣導會裡面這個會輝 是代表一個核心思想 就是我們的四重福音 四重福音包括我們會輝裡面 那四個特色的東西 我不知道大家了解多少 第一件事我們看到一個十字架 這個十字架就是說 耶穌基督是我們的救主 救主的意思就是 我們相信是恩術清義 因為信本來是我們一個罪人 但是恩著信 耶穌基督十字架 是為我們流出祂的補血 祂的代屬祂的死 和耶穌第三天從死裡復活 使我們的罪完全得赦滅 因為以弗所書第二章第八節講到 我們得救是本乎恩 也恩著信 這不是出於合為 也不是自己做出來的 免得有人自誇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 都是因為信耶穌 神看我們為二人 本來我們是一個罪人 但是因為信耶穌的時候 耶穌代我們的罪 我們成為二人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 都是藉著耶穌的補血 我們就得到永生 好了 聖經裡面不僅說 耶穌是我們的拯救主 我們宣導這個特色 還有好幾樣東西 包括什麼呢 就是第二樣東西 就是我們看到有一個 有一個好像酒杯那樣的東西 其實不是酒杯 這叫做洗作瓶 或者是洗作盤 這個洗作盤是象徵什麼呢 就是除了得救之外 我們每一個人 在宣信博士的影響下 我們每一個人 都要走一條成性的道路 就叫做saintification 如果你說回頭的時候 就說十字架本身 十字架是什麼呢 十字架就是justification 就是我們恩信清義 但是我們不是清了意 就是做聖人 就躲上天堂 我們不是這樣 我們還要對付自己 對付自己的罪 所以另外一樣 就是我們說的洗作盤 這個就是說的 耶穌是我們成聖之主 成聖之主是說的 我們要追求一條成聖的道路 所以聖經說得很清楚 我們是要進窄門 我們不是 天國是一個進窄門的地方 不是一個 就是很容易 我們都要下苦工 在我們信仰成長當中 當然我們每一個 是相信耶穌 我們清楚自己得救 但是不要忘記 我們得救 也有失去的可能 有我們的救恩 如果我們不努力的時候 被摸在蒙蔽的時候 所以我有時候 聽見很多人 信了耶穌 說我不再信了 這個就是很可惜 我們千萬不要那麼容易 放棄信仰 我們每一個人信耶穌之後 不是馬上出聲 就飛上天堂 我們大家都要在世上生活 我們在世上生活的時候 其實是走一條盛盛的道路 正如我們的創白人 A.B. Simpson 都很強調 我們要過盛氣的生活 我們要處理自己 我們靠耶穌基督的恩典 靠聖靈的內住 和充滿 去勝過仇敵一切的難助 和作為 好了 除此之外 不是就這樣就完了 還有什麼呢 就是這個 第三樣東西 四層福音 這個其實是一個尤瓶 尤瓶代表什麼呢 就代表醫治 所以我們宣道會都信 祈禱醫治 就是在祈禱當中 原來神是會有一些 即是 supernatural的醫治發生 都不一定 是吧 那宣信他自己 都經歷神 一個很奇妙的 就是他本身都 身體很可弱的 他經歷上帝的醫治 所以呢 他在建立宣道會的時候 也都很強調 我們是 就是 祈禱的時候 神是會隨聽 和我們身體 也都會得醫治 我們的靈呢 也都會得醫治 因為靠著耶穌基督的權兵 靠著聖靈的工作 我們也是會得醫治 是吧 這個都象徵呢 這個尤瓶 象徵這個annoyting 象徵這個高尤 或者我們叫做高末 就是我們西居宣道會 都有很多人 在討告當中 各種情況下 都是得醫治 我們的生命是得釋放 我們很多時候 有些人有靈界壓制 都是被清理出來 那些人是靠著主耶穌的恩典 都是屬來的權兵 另外 還有 第四樣 這個就是 王冠 王冠 象徵什麼呢 就是耶穌是 在來的王 我們很相信 耶穌一定會是 從天上 在來 審判這個世界 所以我們信耶穌的人 有一天要被提 接到天空裏 與主來相遇 所以我們先講 我們宣道會裏 我覺得是一個很平衡的 一種信仰的象徵 就是耶穌基督 祂是一個我們的救主 祂為我們犧牲 而耶穌基督 祂是我們的成聖的主 我們要靠耶穌去走成聖的道路 直至到我們見主面 你相信耶穌是醫治的主 就很實在的 我們在人世間 我們會經歷到 很奇妙的 上帝對我們的醫治 也都耶穌是在來的王 所以 弟兄姊妹 我希望今天和大家分享 少少關於宣道會的一些背景 和一些常識 能夠幫我們更加去投入我們的教會 投入我們的師父 求主再次幫助我們 我們在這個服侍的階段當中 一路學習 一路成長 和經歷實的恩典更加多 今天和大家講到這裡 我會陸續有很多不同的分享 會透過我們這個頻道和大家 一起去分享 所以如果你喜歡的時候 可以請你點贊 請你分享或者留言 分享給其他朋友 特別是我們宣道會大家庭的朋友 求主幫助我們 得到神的恩典更加多 祝福你